芸汐,你随老夫来吧 药王老人带着韩芸汐一直往药材森林的深处走 正是药王老人的居住地,药炉 你在外头等吧 龙非夜等了足足半个时辰,韩芸汐都没出来 就在他忍不住要敲门的时候,门突然开了 都谈妥了,走吧 怎么回事 药王老人,要将他评生所学都传授给我 条件呢 要我待在药庐十年 我答应了,回宁南收拾收拾东西 把药鬼堂的事情交代好了就过来 龙非夜,有顾北约和顾七少在 药鬼堂我也可以放心了 以后我就在这里住下 你要有事,随时都能来找我 他自顾自地说 龙非夜却整个人都不好了 握着他的手 越握越紧 像是永远都不会再放开 韩芸汐 你就放心了下本王 韩芸汐无辜地看他 原本还想继续戏弄他一下的 可是 看到他那较真儿的目光 他就继续不下去了 哎呀,蒙你的呢 龙非夜,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龙非夜一仰手 宽大的黑袍就将韩芸汐罩住 很快,黑袍里就传出一阵阵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龙非夜狠狠地惩罚了韩芸汐一把 用稳的 我会想继续戏弹的声音